比风在我们的logo墙 我们先请比风在我们的logo墙 给我们的媒体朋友留拍照的时间 欢迎李风走入到我们的处备景区 我們看到黎一峰也是人氣超旺啊 我們看到彭峰也是在現場照顧著我們所有的媒體老師的鏡頭 律師一直都是這種非常能言善變的感覺 這樣的角色塑造起來怎麼樣感受 跟我平時會不太一樣 我自己算是比較嘴笨的 這次比如說台詞等等我算是一個挑戰嗎 算算算因為裡面有很多專業性的一些台詞 需要死盡一倍然後在念台詞的中間 你都要把一個律師的狀態給表現出來 所以有一些難度 那首次跟江樹有很多合作感受怎麼樣 他是一個對表演沒有想法的一個人 然後大家合作也是愉快的 你知道黎一峰平時的這個工作排列也是蠻大啊 可能跟很多藝人朋友也是這樣的盛典才有機會見面 那今天晚上來了很多圈內的好友 你最期待的見到的是哪幾位 好多呀你看有何老師 何老師去年有少的時間跟他見當面 然後還有小明哥最近的新的電影也上映了 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好多好多好多都不一一題 那我們知道平時這個工作很忙 但是會通過微博跟所有的粉絲來分享動態 這個2017年有沒有哪條微博是你自己印象還蠻深的 我的嗎 我的印象最深刻的 前幾天發的自拍吧 好不容易得到了肯定 估計以後又回到以前了 其實我們每一位藝人無論是這個人氣多高的明星 可能也都是我們微博非常普通的用戶啊 平時會不會也通過微博去看看自己身邊的這些好友們的動態 一些新聞都會看到一些娛樂的新聞啊 然後熱搜啊 然後就可以看到大家的動態 這個小小的繼續 2017年其實成績不是特別好 算及格吧 所以2018年要繼續的加油努力 然後希望2018年能夠 會有更多的角色帶給大家 然後更多好的作品帶給大家 希望大家等著我今年 希望在杯場 謝謝